又有瓜吃了,北京时间2月1日,NBA发生了一件大交易,达拉斯独行侠队把小乔丹和小史密斯送到了纽约尼克斯,而尼克斯把波尔金吉斯送到了达拉斯,看上去双赢的交易随着波尔金吉斯社交媒体的一些话让人有些无端的揣测,想象力丰富一点的甚至都能脑补出一 装大戏了,在波尔金吉斯知道自己被交易之后,十分友好的发布了一条个人动态,上面说感谢纽约,这里颇有些文字游戏的意思,他感谢的是纽约,而不是尼克斯对,当然,人们都知道波尔金吉斯在纽约带着一直不是很开心,暂时,波尔金吉斯随后连演示都不要了 他继续在个人社交媒体发布动态,说真相马上就要来临了 说这话不代表波尔金吉斯是柯南的粉丝,而是他似乎决心要把球迷 门没吃饱的瓜,一一放出来,这样一桩大交易后面有多少内幕,真是 想想就兴奋呢,汉堡声明,新浪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禁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